這集中心不會發送到你的支持者 要送給你 整天的同學你應該問學校什麼 有什麼課程 不是 不是 那居然還要問什麼 就除了是課程 大家好 我是 小粉絲又說 等一下 今天一天他和幾幾聰明的同學 所以就發現整個設施稍微影響 你拿出來老闆我換你 給他整個女朋友 老闆換你 好啦 今天是什麼系列 遊學系列 今天要講什麼 語言學校整天和半天的差別 是不是有一些同學去就很認真想要讀整天的 有 然後有沒有想說也有那種像我這種 那你那種 就不想要讀那麼久 最好就是不要去 也有啊 那有多久說可不可以不要去學校 我就講個學就走 不行啦 所以語言學校有哪兩種 語言學校有哪兩種 你是說就職跟升學 嚇死了 你剛才不是說整天半天的嗎 在就職學姐你錄到文貴了嗎 要下班的也就是 好喔 你都來這麼久 不妥 剛才不是說整天半天的 我要如何 好 只剩我們以半天來說 在日本文負審規定 一整你要上幾個小時 我知道 猜啊 八百嗎 不對 蛤不是八百 七百六 蛤是七百六喔 所以大家都上老頭 多一點點喔 喔 是這樣子喔 我以為 多上一週的概念 他是七百六十小時 那有沒有上七百六 也有但很少 喔 因為他怕時數不夠 路管會抓 所以大家緊要抓是怎樣 八百 因為他這樣子學生的那個 出息率也會被拉高一點點 喔 他會這麼做 他會稍微再遊覽 因為有一些同學會請接 喔 所以基本上要七百 七百 我們計算一七啦 再好久不見老X 我朋友 七百六十小時 假設這是單天 嗯 就是一天四小時 那一整天呢 你想說一整天天天天學習OK 我相信你OK 天天學習是多少 所以是七百六十小時 我乘以兩等 嗯 對 實際上你應該要超過一百五十 一百 一千五百二十小時 嗯 才可以達成上午四小時 下午四小時 嗯 對 可是有一些女的學者 不是說他構成他整天 對啊 你就去問問 他很多都八百八 九百而已 喔 那為什麼還要說他是整天 就騙你不知道 喔 我一開始也以為他整天了 那結果 我就說你這怎麼算都不會是整天 沒有啦 主任是半天 下午是選球 喔 一三五也有 二四也有 但不是一二三四五都有 你要特別去選球 那有沒有真正整天呢 我就問 有沒有那真的上一次就像四小時 就我知道有啦 就是那個 另一間 哪一間 那不是大阪那一間正學的 那不是也是整天嗎 喔 對他那個就是 對嘛 對就就是既然的那 對對 然後下午上什麼書籤 他那個就真的整天 嗯 他是不是課表都排好了 對 好 那 同學 假設你想 我們半天的同學可以上一頁啦 沒有看 整天的同學 你應該問學校什麼 有什麼課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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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居然還要問什麼 就除了是課程之外 你問課程他會跟你講講 半天你知道他整天半天 後面他有時候沒開啊 喔 那有一些號稱整天的 我真的是小時 因為他只有一千小時而已 啊 可是你要一整天要一千五百 他等五百小時不見了 對啊 他也不是整天 我 可是如果你要問整天 你要問他什麼 我們都知道嘛 半天基本數是 七百六 然後大概是八百 嗯 算八百 半天是八百 嗯 如果你要報整天 你只要問學校一件事 你就慘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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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 還有另外一種 學校也都怎麼樣 補信擋型的 哦 不是嗎 對對對 那包張會的那種 他是不是上也上 下午還上 因為他 全部賣錢 哦 對 上午 上一半 對耶 所以有些同學會迷思說 我要上整天 整天的 半天的學校都很會 什麼 我覺得那這個就是畫素名的 嗯 因為 一開始我也被他們畫素了 我一開始也以為 就我剛做證明的時候 我以為他是 可是看起來就不像啊 嗯 然後你們 老闆 好 終於發揮他的功能 發 什麼像 我就幫老闆說 那整天半天要怎麼 哎呀 你你們都會被騙 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那個真正的 都沒有整天 哦 是哦 他就是那種 整 上了個半天 嗯 而且還要N2以上 才有下午的學習慘慘 哦 可是有一些下午館 有有 現在在上 你應該聽得懂 在說什麼的吧 哦 就是要有條件 可是有一些是就上整天的 可以耶 可是你報名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如果同學 你現在 不一定在事務所辦 你問的時候 要怎麼問 請問一下 那這間學校 一年上幾小時 這樣最快 這樣最快 你也不用管他 那如果大概是 1300以上差不多就可能 因為他1300有可能 他上到3點多 他不會上到4點多5點 他就大概上到3、4點 這是有可能的 他只上到3 大概上到4點嘛 他中午給你休息一小時 就這樣 哦 有啦 我知道那一間 他中醫就有休息 對 然後其實是6 6小時 6小時到7小時 他不是真的8小時 所以你大概抓 1300左右的學校 那就OK 那如果是低於 就有點像是 如果你是從800到1200的概念 他就是13563 那多一點點而已 欸有沒有我那種 我就是4、6的啊 我才不管了 你不要上那麼多 也是啦 所以像有一些同學啊 他就會想說 欸 我要上整篇的 我要好好學習 有啊 可是你仔細去看 他的時數大概就1000出版 就多別了100小時 那100小時什麼概念 知道嗎 多上2週而已 一週40啊 哦對 那一週20啊 那大概多上2 所以大家可能每天下午 多上2小時啊 但不是每天 啊 那這樣就不符合同學那個啊 同學一開始都想說 要 哇老師我喜歡上整天的 這樣 今天學校整天很好 非常符合學校 讓我們拜了學線吧 然後你就拜了學線吧 對 然後去了發現 你沒有上整天啊 沒有 別啦 一定要有條件才可以選擇 可是整天的學校 我們還是要提醒 同學會有個缺點 是不是 你會要當工 不是 不是一定沒辦法 對啊 所以說沒問題 什麼缺點 蛤整天還有缺點 是不能請假 但我有出席一定不是 哦對齁 哦 還是不可以請假 天啊 那這樣子也 不太好 像有一些同學來報生學 他有那種整田白需求 我會跟他說 這間是真的整田 這個是假的 嗯 這個的整田是要 額外加降工 嗯 所以很多學校不是 都是給你半天800小時 那對 下午要上什麼加降工 有個要請 有個不用錢 對 他們的整田的意義是怎樣 哦 原來如此 對所以有些同學說 欸我告訴我 你們這個都半天的學校不好 沒有 我是沒有被激怒 哈哈 你在說什麼 是不是 就你的學校都這樣 你都懂得不懂 過程喔 因為有一些學校就會說 他整天 然後我一開始就說 喔那整天很好 可以積極學習 嗯 結果經過你們老闆的一個 解釋之後 老闆的一個勸解之後 嗯 沒有你就問他幾小時 最苦 然後他就說你信不信 聽都是一千二以上 然後說對 都一千二以上 對那都不是 那都是講半天 他就有點像是 白天班加下午選學課 然後跟你講整天 可是沒有不好 可是有一種是整了整天 就是那種升學的嗎 不是 有一種叫做準備教育課程 喔那個是整天 他那個就是整了整天 但也沒有到一千五個 那麼瘋狂 大概一千三左右 喔 那準備教育課程 我們就上整天 那文部審功 規定的那種 喔喔喔喔 可是有一些學校有開整天 對有有有 一格互惠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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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灣叫什麼 新技衛工隊 喔 新鮮小姑娘 沒有 他們那種就會是整天 如果你要報整天 你就會去報那個 準備教育課程 喔喔 他就會上午 上日文下午上 蘇姨蘇米花這些 喔喔喔 原來 可是如果你要整天都上日文 這個其實很感情 沒那麼多 感覺沒有 就是感覺選手可能 對 所以有一些業者 跟你宣傳的時候 你不妨訪問業者說 那一年幾小時 他就會養口 因為只有 這麼閒的也只有五年 我真的很閒 我就去研究 真的整天嗎 怎麼算都不是這時間 但突然被問你 想說可惡 他怎麼會知道那種感覺 可惡怎麼會發現 他怎麼會發現 也沒什麼啊 有一些同學 可是最後一個話題 你覺得我會贊成他們 去讀整天嗎 如果他都零基礎 真正想要學習的 真正想要學習喔 那就不推嗎 我完全都不推整天 如果你只是要單純學日文 然後升學不算 喔升學不算 升學因為他 他因素理化就需要上 其實你一般來說 我都不推薦上整天 為什麼啊 為什麼 就是如果一般的 你自己想 你以為上整天會很豐富 沒有 他下午的其實就是練習 喔他只是練習 對 他大部分都來練習 練習日文 可是他的進度 總進度是不會真快的 啊 你可以懂那意思 我自己身為補教界的老師 自己教日文這麼多 你真心不騙 上得久 不見得上得快 喔 他只是上很久 然後他沒有上很快 喔我聽懂了 可是他只多了一個部分 就是下午一直練習這樣 如果你是真的懶得練習 你就去上這個職業 喔 要看需求啦 對啊 所以他們有一些 上個下午在那裡玩 帶活動 那其實很浪費 也等不去打工 不然就家去教育好 不然就去那邊 跟Pure去那裡玩 不一定啊 就是拍拍照也好 對啊 趕快去走來走去啊 跟朋友吃飯也好 那些很浪費的時間 對啊 所以有一些同學 他會很強調 他想要整天 嗯 他覺得半天不好 然後有一些學校 自己號稱整天 會去攻擊其他半天 蛤 不是 其實學校都不會這樣攻擊 學校其實都知道 只有業者會這樣講而已 最近還有那種說法 說什麼 學校法人最好 一般法人不好 有 最近有同學問我 我跟你講 那個就是 最新今年 年底出現的 話術 這個都不好 我跟你講 什麼最好 對啊為什麼 也要跟你講 政府開了一個學校 好 你也打得過嗎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學校法人不講得好 為什麼 他又不專班 他又沒有開升學班 然後這裡沒開 那沒開 好在哪 原來如此 他是教育班 那我就說嘛 我就說嘛 我發一個概念喔 有錯就直接留言起來 好好指導一下 嗯 我就問 你覺得大學的日文班上得比較快 還是補習班上得比較好 補習班的吧 如果補習班上得不好 嗯 那些建中北移 就不會跑到補習班去上音 OK 你在懂那概念嗎 喔有啦有聽懂 有有點像你現在 很多台灣大學都是念四年 對 是念四年 喔是念四年 然後是不是有整個 對 我覺得我們下一集再講一遍 好 好啦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今天的主題是 女人的學校整天和班天的差別 一分鐘解論 你就直接問那個業者或那個學校 你這樣一整天一整年下來上幾小時 沒有超過一千三 好啦 換一換啦一千二啦 一千二其實就是上一三年而已 喔 如果沒有超過一千三的 你就笑了 笑就 你就給他不失禮的微笑 對對 原來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 結論就這個 一分鐘講半天 好喔 好那每次結束都要跟大家說什麼 請打開訂閱按讚小鈴鐺 這要說什麼 掰掰 那掰掰 改天再說那跟有學校法的區別 掰掰 掰掰